面对香港人的支持,高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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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了,大家观众,来到港元港市。 可能因为选举期间,我有讲过,如果我进到立法会,我会取消那个博炒外融回程机票。 就收到很多 比以前多的電話 就一些求助個案 說我工人拼炒 那怎麼辦 有一個說我工人不抹槍 說沒有寫明 那這些就是拼炒 那你不如說工人沒有寫明要洗衣服 就是這些是 我們會告訴你 其實你可以首先 如果是態度差到令到你害怕的 你可以先報警 那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可以叫一個agent出來 那如果agent 很多 就是我為什麼說選不到我去香港人無福呢 因為我要監管agent 那些agent 真的是很差的 那就是濫收費用 比如說收了你一萬 就是離譜了 一萬的現在收到 比如說收到你一萬 然後是包換的 包換之後你的工人拼炒了 或者怎樣都好 沒有做都好 就是包換 我告訴你 因為你打給他 他說哎呀沒有啊 有通知你了 那還有啊 你通知你也是假的 你上去選也是假的 因為你選對的時候 他說工人不喜歡跟你做 所以一定要整個 監察這些外傭中介公司的 但是無奈 這些行騙政綱 你們喜歡找這些人 我都沒辦法 好像那些人說叫選梁天琦 我看到梁天琦要水 要糧 要耕種 那些 那些都是我說了很久的了 已經 嗯 是不是差我 我不知道 但是這是common sense 對不對 嗯 無論怎樣都好 就是外傭那些 就是很簡單的 你去到 等他炒了他 他會去告你的了 自然 因為他們的組織很大的 那無奈那些立法會議員呢 是要這樣幫他們 就是 我都不知道他們是真是 就是搏出鏡的 我想 就是你說好處呢 那些外傭不會投票給他們的 是不是 就是我覺得那些僱主呢 你們又不出來投票 我都幫不到 他們又偏幫 他們又不幫你們 我都沒辦法 但是呢 你好像現在這樣 又說中秋節又有 都要五節又有 拜山節 重陽節 什麼節 就是他們都有假期的 因為這些立法會議員 幫他爭取回來的 那你們都還要選他 我都沒辦法的 大哥 那我就很公道的 不要說這些假期不給別人 你給別人國家的新年 人家國家的大節 那些要給別人 是不是 所以他現在說 想給什麼家 不斷加人工 加人工 還要跟我們同工同酬 同工同酬 那本去找香港人 譬如找八千 他同工同酬給了八千 那他不如不要請 是不是 他先 就是完全是 那些立法會議員 我不知道搞什麼 就是你們又要選他進去 我都沒辦法 真的 你講真 你明明 他們好像看上去四千幾元 根本不是的 你出去租一間套房 你也知道八千元一間套房 知道嗎 那你要給他一個房間住 還有他衣食住行 他所有東西 全部都是吃你住 你一毛錢不用 他是剩代四千幾元 你要明白 我們香港人八千元人工 我們代不到二千元在袋子 我告訴你 因為我們要坐車 我們要吃飯 是不是 我們要花費 他廁紙都用你的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我真是 很無奈 因為為什麼呢 請工人那些 那些僱主 可能都不去投票 那投票又喜歡 聽一下人家的行騙 政綱 那我都沒辦法 是不是 那你說叫我再選 我到時六十二歲 我怎樣再選 我不知道 那你們各位 有什麼的 請E-mail來 這個E-mail 那就說你工人怎樣 但是工人 你不需要戒懷的 你炒了他 你不要給他錢 你記得的時間 日期 他做什麼要博炒 他自然就會去 勞工處那裏告你的 那一告你的時候 你就告訴法官 那法官就會叫你給回 一個月補償 或者他博炒 就不需要給那個補償 但是機票一定要給 那就很無奈 你們立法會議員 不幫你爭取 那有什麼的 我們仍然歡迎你 有什麼求助案 E-mail過來這個E-mail 多謝了 拜拜 我愛你